朋友们早上好 你知道抽一双李宁的实战篮球鞋有多难吗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星期六有一双李宁的实战篮球鞋 预帅是自奔的地方要发售 所以我就起了一个大走 我现在还有点懵 然后我要去深圳这边一个店铺 去排个队 看看能不能抽中一双李宁的鞋 然后也让大家看一看 李宁的鞋现在又多火抽一双鞋子 到了兄弟们 商场十点开门 现在九点多 整个停车场就我一辆车 出发 你看 是吧 商场现在 连个人都没有 我觉得可能只有李宁那边有人吧 李宁在哪里啊 没来过这个商场 抽签规则是这样子 就是先发签 先排队领了签以后 然后我们再抽签 所以领签的话就是先到先得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会发多少个签 所以我就提前一个小时到现场 应该提前一个小时应该是有签的 我觉得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二十二 然后十点钟开始派签和抽签 还有四十分钟 但是我看这周围的人 也不多 买了一波早饭 先坐在这里吃一下 比如十点到十二点开始抽签 那就十点开始发签 然后每电线一百一百五两百 也就是最少一百五 最少一百 最少一百 然后每人除了要带身份证 还要带 还要穿李宁的上装和鞋 就上装 你比如说今天我穿这个李宁的功夫系列 没看出来吗 还有个签 然后鞋子穿的就是李宁的地球日限定方圆 对 记得穿鞋 还有什么 必须是李宁的会员 然后 没有了 你多大脚 我四三 你四三 你叫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 等一下有多能不能抽个四二 可以 可以吧 如果说等一下我们不中的话 你中的话你就选一双四二 你这么没有信心吗 什么等一下我们不中 应该会 一百双不至于了 我觉得没有一百双 只有四十五双 一百个千四十五双 那些一百双 一百个千四十五双 一百个千四十五双 这个抽完来得及 来不来得及抽下没有 来不及同一时间抽他 实际上必能拿到一双的 这么多人拿不到一双 开玩笑 肯定拿不到一双四双 一百来是给自己的吗 不是我每次都是给我男朋友来拍鞋的 你男朋友人呢 他不在 他去他要训练 他打篮球的 哎呦 我来给你抽鞋来了 我是能买的 真的 两千块钱我都不买 我眼睛来不是这价格 你不给人 不是我不 不是我不爱国好吧 两千块钱我没有买 还没开始抽 十点钟发签来的 我是觉得可以 我就把你放天头 因为他说我陪跑是因为像什么韦德什么的 我都不中 他就中韦德 就倒闭 韦德倒闭 所以就全中 点这个图 嗯 我点这个图可以刷新 对啊 我也才写到这个技巧很高端 点上面都可以刷新 原来我才知道 再扫个这啥旗舰点 没事 我拿了钱 我拿二号 行可以了我都夹到购物车了 来 嗯 等一下 是十点钟发吧 这三双都是十点钟是吧 直接三千五百九十七 我就十点钟开始点结算 好吧 网上抢理您是什么天 不是这么多都在墙 不会没有一个人中吧 全部人都用手机在刷 对啊 看这个人已经疯狂在点刷新了 你看他的手指 这一看就是小时候学过钢琴的孔子功 我操 牛逼 这个也是 我真的会弹钢琴 我还没点 哎点 提交订单 超过 没了 没了 对对 需要身份证一样 还有一个是 不对 4号 你身份证号是这一个吗 对对对 你是 香港的这个号 对 超发前的车 谢谢大家 赵兄几号 7号 大家中了 说实话 穿 绝对穿 中了直接穿着走到我的车上去 好吧 你呢 你中了 中了晚上就去打球 不是 你等一下 不是不是 中了是不是要穿着上车 说实话没关系 这个是老杨 坐了先拿着好吧 哈哈哈 懂了懂了 哈哈哈 有45吗 29 39 39 39 加6 45 哇 我的口算 45双 那我们本次的一个抽签规则来说 就是 我们抽到的 号码牌会喊号三次 如果说三次没有举手势力 或者是没有到我们的一个小哥哥这边的话 我们是取消 然后是延续到下一位中签者到 49 49 这么快了吧 这么快 太快了吧 是我中了吗 对 对你中了 52 加油 加油 好 你现在的话可以到前面排队 我们等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进去把你买的 好 16 16 1号 1号 漂亮 nice 可以哦 漂亮 直接抽 直接抽是吗 4号 4号 我来抽是吧 来看 我感觉 中前也没有这么难嘛 我们三个人传走 感谢这位小姐姐把我抽了出来 是吗 是 我刚刚你抽的时候我还在讲说 他穿的好像是功夫联名 然后我说我穿的也是 然后啪就把我的名字抽出来 我发现大家都是从大马往小马拿 从大马往小马拿 然后到我的时候 九马还有吗 没有 那个 可以 这个是怎么 最后一双是二吗 是吧 是 怎么说 最后一双用在墙角的瑕疵被我拿了 其实到我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说那个 说这个盒子烂的 无所谓 反正是穿嘛 哈哈哈哈 哎好好好 拜拜拜拜 中啊 他就一个男朋友好吧 怎么 我还 哈哈哈哈 我会没想当一个小鞋 啊我没有刷的鞋 哦不好意思你不合适 这里是4.3.2的 我也没有4.4.3怎么办 4.3.5也可以穿 我是4.3.5 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哇塞 哈哈哈哈 据说你从来没中过 这是第一次中 就是因为吴才哥来了 哈哈哈哈 吴才哥 而且你好像是第一个 对我第一个中 兄弟们 抽签结束 然后这一次 我看我们几个来的比较早的 都有收获吧 没有人没中吧 都中了 刚刚这个老哥跟我说 这边好像抽签 每次其实命中率还是挺高的 是不是 就大概命中率有多少 超过50没有 老师 我觉得李宁比乔丹要好重 真的吗 真的 你有抽过奈克的招待吗 奈克我现在不考虑了 你只抽李宁 也抽不住 奈克的仇也抽不住 那就李宁还是相对要容易一点 对 走啦拜拜 你会帮我拍一下吗 干嘛 会 封面一定换 干嘛 我下场一定换 我今天本来真的是想说 就是排鞋好辛苦的 但是买都买到了 对中鞋的那一刻 产地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你一个事情 就是一双鞋 我问你值不值得买 啊 同款 产地同款 好好好 那那我冲了 那我冲了 那你送我一双 哈哈哈哈 就能跟我同款 哦 哦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产地同款 产地同款 什么意思 那我放心冲了 产地你记不记得你多少钱买的 为什么要吵醒我 不是 我发现那个抽签是真的花钱 首先停车费 先算个20块 然后我刚刚吃了个早餐 花了31 然后这一层全是运动品牌 冷不滴买 买双鞋 又花了八百块 八百多 所以鞋还没中呢 已经钱先花出去了 等一下中了又得花一千多 对 哈哈哈哈 这是啥 哈哈哈哈 两双鞋回家 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是鞋贩子 多买了一双 错 我在给杨总拎鞋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是吧 哈哈哈哈 财哥没躲进 是我在给财哥拎鞋 哎呀 手都酸了 哎呀哎呀哎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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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